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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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八角螺母将上档锁紧 步骤三 接下来用同样方法把右前轮安装好 步骤四 拿起球头拉杆 用6毫米的内六角扳手和13毫米扳手分别拧出螺母和垫片 再拿起后车体对准后进行安装 这样子前后车体就连接起来了 步骤六 接下来调节前竖 先用粉笔在两个前轮轮胎中线任意部位画上记号 向前转动轮子 使记号与轮子离地面的中心点同高 用卷尺量出两个轮子间的中心宽度并记录 然后向后转动轮子 使记号与轮子离地面的中心点同高 量出两个轮子间的中心宽度并记录 随后调节球头拉杆 使两个前轮前面中心宽度比后轮中心宽度最好大0至2毫米 步骤七 把左把手插入前插管上 有一条刹车线的为左把手 然后拧紧快拆 安装刹车线时 需要向前插管内侧绕行 先穿过大线孔 再依次穿过小线管孔 再把刹车线插入 然后从工具袋里取出爆炸复位弹簧穿入 最后再插入带有螺丝的小孔内 用手指收紧弹簧 再用10毫米的扳手拧紧 注意 有长出来的刹车线 必须拉到旋转体这个位置 因为在车体变形时 以免拉伤刹车线 步骤八 再把右把手插入前插管上 安装短刹车线时 也要在前插管内 再依次插入小孔 再用手指往上提适当距离 用10毫米扳手拧紧 安装长刹车线时 也要走前插管内侧 依次穿过大线孔 插入小孔后再拧紧 步骤九 用15毫米扳手 安装左右脚灯 步骤十 接下来安装铜车架 先安装铜车脚踏 先用十字螺丝刀 拧开四个螺丝 再拿起脚踏对准下面的槽口 安放进去 上面也扣好 再用螺丝刀依次拧好螺丝 最后再粘贴好 然后拿起铜车架 卡入车体的快拆中 拧紧快拆 再安装铜车架 再安装铜车架扶手 安装遮阳伞驾驶 需要对准管壁上的小孔 步骤十一 安装储物袋 挂好四个挂钩 步骤十二 接下来升起鞍座 拧紧快拆 这样子整车安装完毕 以下为车体变形步骤 步骤一 先把右边沙把捏紧 并同时扣紧铸车手柄 直到可以锁纸时 松开沙把完成住车 步骤二 松开铜车架 固定快拆 拿下铜车座椅 步骤三 拧松安管快拆 压下安座到最低状态 步骤四 拧松挡泥支架 锁紧手柄 步骤五 松开旋转体 锁紧手柄 手柄顶部平顶 有RITO字样 大概拧四圈 轻轻前后晃动车把 往外拉起手柄 随后握住后挡泥提手 把后车体转到前面 自动复位后 锁紧旋转体 锁紧手柄 拧紧挡泥支架 锁紧手柄 按上同车座椅 再捏一下右刹把 松开主车 变形完成 另外 在推车状态使用时 不可后退 需要转向时 可翘起前轮 随意转动方向 实现变相 另外 我们还有选装配件 分别有 1. 羽兆 2. 纹杖 3. 汽车安全座椅 4. 铜车后座 但不在包装箱内 需另行购买 安装铜车后座 在安装前 先拆下前筒车座 先安装4个快拆螺丝 再拿起铜车后座 卡入车体的后来安装的4个快拆当中 然后拧紧快拆 再来安装前筒车座 然后安装羽兆 对准拉链 往上来一段后 再从下面把羽兆套好 最后把拉链全部拉好 另外还可以安装纹杖 在安装汽车安全座椅时 卡入快拆时 需卡入中间两个快拆 然后向前一推 然后拧紧4个快拆 最后按住红色按钮 把提手移到恰干位置 再把外部罩套好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